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享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生于1962年的于建荣 童年的生活被当时席卷中国的政治运动所左右 一家三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你没有做个和人的人 你不了解当年那种和人的艰难 比如想你到什么地方读书 你要把你赶出去 我们家里所有的加弹性 一旦螺框挑的东西 大学毕业后 于建荣当上了商业诉讼律师 才三十出头 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两百万元 当时我做律师的目的 是因为赚钱 赚钱的目的 就是为了有一个自由的生活 我认为这一生 你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不知道你赚了多少钱 还是心中解释不了的问题 能够提取个答案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的于建荣 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底层民意的真实代表 因为你录取了一个熊人的孩子 你又给千百个熊人的孩子提供了一个想象 他会为发展这个社会的对立做的功识 本期嘉宾余建荣和您分享如何让爱汇聚 就来是90年代 其实你那时候是一个律师 为什么最后又选择了 要去做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人 我们经养之路 可能和现在这个小伙子们 可能又不一样 当时也没钱考验大学了 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做媒体 所以做了之后呢 就感觉到很难解释心中的那种 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90年的时候 把那个工作死掉 91年又开始到海南去做律师 当然我做律师的目的是 就是为了赚钱 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 有一个自由的生活 赚钱的目的也是为了做学问 赚钱不是做学问 我确实认为是可以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我认为这一生里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不是你赚了多少钱 而是心中解释不了的问题 能够提取一个答案 实际上我一直想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一直认为 假如一个人精致上不能自由的话 感觉到你总是要固执很多 当你精致上自由之后 你才不顾止是吗 当然我当时认为我很有钱了 我当时心里想 你两百万得了 一辈子又没完了 现在买个卫生鞋都买不到 我们知道 您从开始做研究的第一天 您就是一个认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学者 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东西 你们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心中实际上都有答案的 但是为什么要做调查 调查实际上是个表述的方法 因为你要表述出来 向人家信奉你必须要有材料 像我可以相信你们心中都可能有答案 对很多问题 但是你表述的时候 你会带来困难 因为你要想说服人家 相信你 你又必须拿出材料来 您是怎么样去做调查的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信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你为什么为了调查信奉 你住到那个信奉村去 住了四十多天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实际上你那种大量的东西 你心中实际有一个大肯的框架了 但是实际上 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去了之后 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你可能是在理解 他那种语言的环境 因为一个人 他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中间 可能讲的话都不一样的 比如我今天到你这里讲话 我刚才和你们的华众讲话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今天面对这么多人 我不知道谁把我这句话讲出来 假如我们今天在一起喝酒 我肯定讲的话又不一样 所以调查的实际上 很多东西有变化你的环境 变成大家喝酒的时候 可能什么话都讲了 这是一个道理 实际上你要了解 我心中真正的想法 学的不是尽头的这个 肯定我要把一些想法藏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谁将来 打个小报告告我一张 是不是 是不是的道理 所以调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去寻找那种环境 寻找能够了解 他真实想法的环境 我做很多事情去寻找这种环境 很多学者 当时从官面谈发来讲 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 实际上我倒认为 不完全这个情况 实际上有时候的确要寻找 这种环境和语言 有时候要寻找的 的确是你认证 你这个产生的朦胧的想法 对或错 可能是这个有关 我认为 他另外一会发现 他拍了个胶片一上完之后 马上在那只背个卷发 他特别高兴 他当天写那个微博 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卷发 他第二天又 绝不去拍这个孩子 最后拍到拍到没有了 他又发了微博 怎么找不到了呢 过去的这一两年 做了很多的社会公益的活动 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这个知识分子实际上有个责任 实际上有一个服裕的责任 很多人说做公益 本身不是我的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决定去做公益 做公益应该教导你一些理解 很有钱的人 但是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是有时候 还是有个责任 有什么责任呢 就是说当你感觉到 你一个服裕 能够解决很多人问题的时候 你实际上认为 你这个服裕是适得的 你比如讲街头 追求拍照那个事情 不是我本来 制换好的一个事情 因为从那之前 我没有做这个事情 我主要是研究上访啊 车签啊 去为他们写文章啊 因为当时因为有了微博 有一个福建的妇女 给我写信 说他们家的孩子丢了 因为他还认为你影响比较大 那时候我有爱十多方粉丝了 你又感觉到你一服裕 有很多人跟他听 所以我一直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消息 去说有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 这条微博发出来之后 很多人开始响应 是吧 有人跑过来要找到我 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这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的可能是责任了 但这个时候你又感觉到必须要做一个事情了 知道吗 有些事情不是我想做的 讲新地方我不想做这个事情 人家已经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事情了 我当时的确是思考过的 我到底怎么去推动这么一个社会事情 我想达到什么目的 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个名词 叫随修培教 随修 举修之脑 但是我怎么使这个行为 能够变成一个社会的行动 但是我制定了一个规则 这个是现在做微博 很多人没想到的规则 决门开了一个微博 但是我拿了一万块钱 请了一个人给我管理 说叫随修培教 所以当时我也想了一个特别的规则 就是每一个人破了胶之后 他可以四指向四指的肥波 你四指向你的肥波 你爱得我 你爱得我 我承诺你 我一定卷放你的 我现在把它总结叫爱得规则 这一套规则你们记忆没有 它实际上改变了 经过肥波使用的一个方法 当时肥波没有经测这么活 你们知道 那才五千万的人不到 他好奇为五千万 现在两亿多 这一套规则 实际上把你们所有做的人 你们变一个举手之劳 你拍了胶之后 你可以迅速地把它上完 而且你要发现 有人一定会关注你 而且一定有人卷发你的 像我们这种人 不在乎这个卷发 当然有些人 从来没有卷发的 是 会数的 会数我这条多少人转发的 我就是那种 我当时一宣布这个之后 好多人的确又去拍胶了 始终有一个女的 原来她的微博从来没有卷发 她另外又发现 她拍了个胶片一上完之后 马上在那只背过卷发 她特别高兴 她当天写那个微博 哎呀 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卷发 她第二天又 绝不去拍这个孩子 你看她那边就天天 每天做这个事情 最后拍到没有了 她又发了微博 怎么找不到了呢 她说了 不 我说有些事情 我不是说大家没有爱心 我的确不那个意思 但是她这个规则设定的很有关的 假如我当时不设定这么个规则 我告诉你 不可能出现 去年 是吧 这个时候那个微博 打过那么大的悬挂的特效 最后悬挂 你看好多人都去陪孩子去了 包括政缘节都去陪孩子去了 到去找了些流浪爱童 她又变一个学民的街头行动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讲 假如我当时发持一个活动说 你们在街头看到了流浪爱童 你们破了脚之后 你发私信给我 或者发那个邮箱给我 我来公布 你们说有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 不会 我可以确定告诉你 不会 她不会变明一个学民的行动 她不会变明一个 你每一个发微博的人举手之劳 你感到很麻烦 我要发到你的信箱里面 你公布公布我还不知道呢 而且你公布了如果没关系 实际上你看这个活动 大家看到效果了 第一 改变原民族对流浪爱童的看法 原来每一个人都不认为 流浪爱童在街头流浪 是一个必须救助的情况 最多我说给不给闲的问你 是不是 没有想到我可以打电话去举报的 没有的原来 因为我搞法律有关 我去研究政策 我认为你必须要派出所去行 第二个 那么多孩子回去了 因为她家长也怕 你到街头高的流浪 你带着那个孩子 你一上网对这个家长带来影响的呀 所以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回去 因为她本来认为我到了千元地元 你们不知道我在这里吃饱 现在一发现可能全社会都知道了 第三个问题 你发现带来国家政策的改变 现在很多地方都冤为津队流浪儿童 又下风险了 所有的流浪儿童都必须送回家 国务院也下风险 带来政策的变化 这时间与网友这种大宅的参与有关 所以我们又提出了一个随手工艺的概念 就是你拘手之劳 我只要讲一句话 你肯定死定了 比如你这个人我这么讲 你不是你父亲修得有钱吗 对不对 你吃不过一个瞎砍的老头干什么 所有围观的人根本就不在乎 调查你父亲有没有钱 肯定很多人来骂你父亲有钱怎么样 怎么样是不是 您作为一个著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学者 大家都非常关注你 所以你开始走上了这样一条从事工艺的道路 那么有没有思考过 未来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参与到这样的工艺行动当中 我的确想通过这个工艺活动 改变中国工艺的观念 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随手工艺 随手工艺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居修之劳 都可以帮助他人 不要把工艺当作个负担 你比如讲 你有一本书你可以捐给我们 也算工艺 你有一些不要的医护捐出来 我们把它侵蚀好 送到需要的人修理也算工艺 现在我们帮助那些乡村教师 马上开这样的活动 那么你也算一个工艺 你有时间 你要去指教 但是你没有地方 你也没有路费 你也没有生活费 那么我把钱给你 你去 是吧 指教也算工艺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工艺 要关系一个新的观念 叫居修治劳 随修外围 为什么要讲工艺这个事情 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 对立形势越来越厉重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两个现在去吵架 吵着吵着 很多的味道 看热闹的时候 我只要讲一句话 你肯定死定了 比如你这个人 我怎么讲 你不是你父亲修的有贤吗 对不对 你吃不过一个瞎砍的老头干什么 所有围观的人根本就不在乎 调查你父亲有不有贤 肯定很多人来骂你父亲有贤怎么样 怎么样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我讲这个道理 最后你们大家吵架 我到旁边看热闹去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一种社会心理 社会情绪的表达 他不会去调查你父亲 有不有贤 但只要有人说了 行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实际上能够发解对立的 就是要换持人们心中 这种互相之间的光景 是很重要的 讲一点人性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感到你这一年 发那么多钱去鼓动大家做公益 实际上我想鼓动 尽过民主 大家互相的一种关爱 我们当然要讲政治 但是更多的是 我们需要民主 互相之间的这种爱 互相之间的关怀 互相的关心 要培养一个 警告民主的这种观念 所以我那个随修公益的理念 实际上是这么个理念 但是很多人会挺悲观的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这个小月月的这个事情 好多人会觉得 当下我们中国的社会 人跟人之间 真的是挺冷漠的 你会有这种悲观的情绪吗 我认为我恰恰就是 在悲观中间 想找到一种失望 因为大家自然都这么悲观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大家去改变它 你们大家可能知道 我们这次街头救助的一个问题 北京 小月爱好下第一厂学的时候 当时上坊村的有一些人 太冷了 他们没有地方走 跑到我家里去了 他们跑到我家里 我家里也是没暖气的地方 也很冷了 他们又和我讲 说好多人住在马路上住 余老师 说不管怎么样 你们家里还有一个党风的地方 是不是 他们一向来了十多二十个 我说你到我家里住 我住什么地方 我说那我去看一看 他们当时也带我到了上坊出去 我一看的确是马路上 小洞里面悬不出那种上坊的人 但是我心里很难过 当时我请他们吃个饭 拿了一千块钱 我说你先去租一个房子 先把那个街头的小洞 站不倒的那些人 把他移到那个房子里面去 因为那个地方租房子比较便宜 他那个房租每一个人十块钱 晚上回来我心里想 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我当时也发了个帖子 我说我们你不能总是 像他们在街头吗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所以你们都说中国人没爱心 中国人爱心可大了 三十个小时没到 总共老百姓捐了多少钱 四十万块钱 我讲一个人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中国搞私商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 捐了两万块钱 居民举世人崔永元 捐了两万块钱 我一看到这么多钱麻烦了 我说 所以我当时发了个帖子说不要了 谢谢 我假如要的话告诉你 快得很 但是我今天还要告诉你们 这个钱根本就没办法用掉 你猜到为什么 你知道吗 你要什么有人送什么 你怎么用得掉呢 你看我们说要免衣 我只要发了个帖子说 今天我们这里需要免大衣 当天有人制 运过去了一杯钱军大衣 我说要免费 我说要免费 送了那个什么 那个非常高级的那个 那个宇佑免费 一杯套宇佑免费 我需要要衬衣 那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是吧 三杯多块一套的那个衬衣 送了两杯箱衬衣 说你要什么 他给什么 你怎么用得掉了这个钱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没爱心 我说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道理 送属下乡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是我有一些这个送属下乡 是那个 我说五月一号 大家跟我去搞调研 我在什么农村调研里面 大家来 我说我包你的吃住 就要去了五六十个人 选归国立的 因为我组织他们调查 有时候你们白天调查 晚上我们大家交流 一个小女孩广东的 她说今天我到那个农村去 看不到书 她说都打麻将 小孩也没书 她说要是能不能发起个活动 能把家里不要的书 送到农村来 大家有开会讨论 讨论来之后 讨论去决定了一个活动 叫做随手送书下乡 所以第二天 我们组成了一个官方微博 说你们家里不要的书 你们送过来 我们把你送到农村去 是吧 这个活动到现在 你们没有想到 真的很了不起的 选归国立的网友 捐了十多万车书 我们已经在旋轨各个地方 建了五十多个借约点 几千本四点送到农村 孩子家里修理去 送须到目前为止 有一个人捐了一百万现金 他发了几个帖子 遇到说我要给你一百万块钱 我说不要 我认为他开玩笑 他真的以私人的银行卡 值了一百万 比如说我们最新 马上要开启的一个活动 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关注参加的 就是关心乡村教师的活动 我说我私人拿五万块钱 启动 你看 一个小时没到 深圳的一个老板 马上说 给我打电话 说余老师我要捐钱 他说我捐多小好 我说你不要太捐多了 是不是 他说我捐一百万行不行 我说不行 我才捐五万你捐一百万 你不是把我的风头压到了吗 我说是不是 他说那我捐十万可以 我说捐十万可以 我说他不是马上发了个贴子 说我先捐十万 我说那可以 你不要一下捐一百万 人家都说你去了 不说我老师 是不是 另外一个人也是个老板 所以要捐十百万 他也捐了十万块钱 所以我马上说 现在不要了 先拿这二十五万去启动 是吧 将来建立了制度之后 因为这二十五万我们是日得先 是吧 我们将来建立制度公开 大家该帮助谁帮助谁 我们进来做了一个制度和平台 将来看到这个公益很意思 我们从来不通知谁 说江山你是你去不通知的 我们又在发了微博 说指点指分到什么地方时候 当你一去看 只十辆车排队排到那个地方 有些人你根本想不到什么人 平时我们在新闻里面 才看到的人 不去 所以你不要说中国人没爱心 他完全有爱心 就是缺乏一个平衡 缺乏一个像他感觉到 我们都在关心我们四级的平台 缺乏一个低胸子公开的平台